你就是绝对禁止 那好像哎呀 这些娱乐场合我们都不能去了 佛是为你好 不是害你 到什么时候 佛开放了 不禁止了 这地方你都可以去 到时候 这所有境界 现前的时候 你能够如如不动 这是佛门的言语常说 霸风吹不动 这个时候佛就开放 什么场合你都可以去了 你像华严经 五十三餐 那就是开放 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善才童子 丝毫障障碍都没有 统统都可以参访 到哪里都可以结束 一点障碍都没有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那他已经到不动心了 已经通达故法十相 皆失去亡 你丝毫都不忍着 这个心 不是在这个境界里头 决定要直接 哪里不准不准 到善才才往前开放 那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他自然不犯了 跟佛一样 什么场合当中 他不会犯戒 他不起心不动念 所以说你还会起心 还会动念 你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那你就要直接 你就有很多地方 尽职 不可以做 到你真的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了 就开放 也不分 从小城 开放到大城 到不起心 不动念 全部开放 所以善才 那个境界是 不起心 不动念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那么我们今天 给这个人往来 你自己也得有相当功夫 如果分别执着很重 这个就 还要很小心健身 为什么呢 怕真的不小心的时候 就遇到长道的因缘 果然做到不执着 不分别心 你能够修大城佛法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最好修小城 小城是愣思不愣性 对思想上 说得很严格 大城人是愣心不愣思 心地清净 死可以结束 这个我们要晓得 那华言境界 那是一城法 在大城之上 那个不是普通人的 法身菩萨的境界 那个山财出去参访 出去参访 是什么资格 什么条件呢